传菜香菜湖北菜 如今上海能吃辣水平越来越高 可以说是无辣无关 这个是最辣的 小心啊 太别有味道太别好吃 这个最辣的 好在上海辣味餐厅大搜寻 看辣的够味麻的过瘾 这边好漂亮 哦 这边已经麻木了 别泪出来了 我们有些准备千万别试 看吃起来 本节目由Panasonic松下电器 特约赞助播出 董对党黑 邦尼森我 大家好 我是新一 欢迎收看松下电器 陶醉上海 很多人都说啊 上海人喜欢吃甜的 那也有人说啊 上海人喜欢吃 弄油他江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整个上海的大街小巷 全部都飘了一股辣味 你看看那门庆弱势的 湖南餐馆 四川餐馆 我发现其实上海人 吃辣的一些勇气 绝对不比湖南人 跟四川人差 那么今天我们的陶醉上海 就要带大家一起去找一找 最辣的吃辣餐厅 第十名 静安小亭麻辣烫 说到辣的 一定不能不提麻辣烫 这个源自四川的辣味小吃 是一时间红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而在出名的莫属 无江路的静安小亭麻辣烫 这里一到饭店时间 可是门庭若市 差不多平时一千多份 一千多份 到中午的时候就很多人 对 很多人排队 排到小油 排到再包 小菜 外面 排到外面起点 开了十年的静安小亭 因为汤地是用多种中药而制 麻辣烫的油辣度一般 但食客们可以根据 自己的喜好程度增加辣度 麻辣指数一星 美味指数四星 综合对比 两星半 第九名 苗林酸汤馆 贵州人爱吃辣椒 但是贵州人吃辣椒 讲究的是又辣又香 贵州菜里基本都能见着辣椒 种类海多不同 而这家苗林酸汤馆里 也有不少地道的贵州辣椒 这种辣椒是我们从老家可以带过来的 像这种辣椒就是生的 从山里面采回来的 然后用家里面农村煮饭的时候 烧到那种柴火 把它继续吊起来 要熏一个星期到十天 像我们这种一个月 我们一次嘛 也就四百零斤 四五百斤嘛 一个月跑两次火 就从店家这专从贵州运来的烟熏辣椒 就知道 贵州吃辣就一定要吃香辣 这样炒出的菜也有浓浓的香味 麻辣指数两星 美味指数三星 综合对比两星半 第八名 旺香园 香菜来到上海后 也走起了时尚路线 旺香园成为户上最叫做的 新派香菜主题餐厅 也在两年前成为沪山人气辣味馆之一 香菜 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 素来以香辣著称 湖南地处长江中游地区 土地肥沃 气候温润 自然条件优越 是著名的鱼米之香 最大的特点就是将瘦 芹 鱼类 以蒸 熬 煮 炙等烹饪方法 配上湖南当地特产辣椒 做出口味十足的菜肴 而香菜近年来 也多了个口号叫口味菜系 真不愧是香菜 连这个青菜白菜上面都有辣椒 但是最有名的还是这个鸳鸯鱼头 这个用的是鲜鱼 好像在湖南特别有名 红红一片是这个 看看那么多的辣椒 它到底有多辣呢 这我倒是真不吹牛 这个辣椒腿 不管是你 还是我都能 都能够接受 它不像看上去的这么辣 另外呢 旁边有这个面条 可以配上这个鱼一起吃 据说 把这个面条放进 哇 可以拖这么长 鱼里面 轻轻的稍微拌一下 就可以裹上鱼的香味 还有辣椒油的这个香味 这剁椒鱼头 可是旺香园的招牌菜 也是湖南名菜 双色辣椒 并不会像传统香菜般辛辣 而改良过的香菜 也让上海人更加喜欢 辣椒入口的感觉 刚刚好 麻辣指数两星 美味指数四星 综合对比三星 第七名 花马天堂云南餐厅 两千年前的丽江 被称为花马国 当地有条非常出名的道 称为茶马古道 一直蔓延到缅甸 而这条古道沿途 有二十六个少数民族 每一个民族 都有自己独特的美食 花马天堂云南餐厅 结合了这些民族 大部分的特色菜式 每个民族吃辣的程度不同 而这里的菜式辣度也不一 而最辣的就属 宜族的辣炒牛肉 最适合小炒的黄牛肉 配上宜族当地特产的辣椒 辣的同时 还带有宜族风情哦 据店家说 店内食材都是从当地空运过来 像是惠野生芭蕉花里的芭蕉花 大理酸木瓜炒鸡 苗族的蓝凤黄色腊鱼 当年的花马国变成了现在的丽江 茶马古道消失了 但是这里保留了古道上的美味 芭蕉指数三星半 美味指数三星 综合对比三星 刚刚我们看到了贵州的 湖南的以及云南的 其实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辣椒品种 所以说全国各地的人 多多少少都能够吃一点辣 不过这个辣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 以我个人的经验告诉你 其实大部分地方的辣 你吃第一口没什么感觉 和平时一模一样 但是当你咽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的口腔以及食道 好像被燃烧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你的双唇还有你的舌头都被辣红了 但是越辣越带劲 你就越舍不得放下筷子 想要再尝上一口 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美妙 OK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陶醉上海的排行榜榜单上 还有哪些好吃的辣味馆 值得推荐给电视机前的你呢 现在的香辣美食中 黑蟹也非常的适合做香辣味 这样的美食究竟有多少欢迎呢 这个蟹用来吃香辣的 特别有味道 特别好吃 我觉得这个菜吃到后面 就越辣味道越好 这种菜有很多那种辣椒 花椒 辣椒 有的很麻的 有的很辣的 吃到后面就是 嘴巴就觉得味道很重很麻的 蛮有味道的 重其香辣鞋用的是川味的炒法 店家说 既然要吃辣 那就得点个重辣的 红彤彤的一盆 嘴边一直啃着蟹 吃到后面嘴唇都要没知觉了 麻辣指数三星 美味指数三星饭 综合对比三星 第五名 奇辣 大家好 我是李强 今天呢 李强又要带大家吃饭店了 今天要来的一家饭店是什么呢 可以说是一家明星饭店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在众多饭店当中 今天要说的饭店 可以说是明星级别的 第二个原因 就是因为有很多明星 你看 都曾经光顾过这家餐厅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这的老板 他是一个大腕大明星 谁 奇琴 说到奇琴的名字 大家就知道 今天我们来的店 肯定它的名字就叫做奇辣 想问天你在哪里 这是一家明星餐厅 因为经常会有明星来光顾 这里也是明星开的餐厅 是由奇鲁 奇琴 奇玉三兄妹合开的火锅店 三兄妹中的奇琴特别爱吃辣 平时也经常邀请朋友 到家中来吃自己配的香辣火锅 而后朋友就劝他 开一家自己的火锅店 来奇辣 最先要尝试的就是这里海鲜火锅了 新鲜的海鲜食材 在辣锅里煮上一会儿 辣滋味 滑 爽 鲜 香 关键就是我们今天强调的辣 因为你知道我们刚才是在麻辣的锅里涮过了 所以它里边也会有一种微微的辣滋滋的麻炙的感觉 再加上我们的调味料 这种辣并不会有那种灼热的感觉 反而有一种提鲜提香的口味 其辣的火锅不是要辣得你说不出话 而是要让你越辣越想吃的感觉 火锅里辣油的成分并不多 海鲜下锅煮上一会儿 带上辣汤一起吃 那滋味真是越辣越有味哦 当然了 说到这里呢 旁边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 就是奇辣臭豆腐 臭豆腐 但吃到嘴里是香的 你一定要趁热去吃 所以我们看到里边一直呢 有一个酒精炉在不停的加热 然后我们尝一小块 来 感受一下的味道 表情很烫哦 好的臭豆腐你吃在嘴里 它的一种鲜味是类似于海鲜的那种鲜香 是可以提神的 当然还要告诉给大家 像这样的一道小菜 在这里是根本是免费的 只要你点火锅 不管吃哪一种 这道菜都会像天头一样奉送给你 当然这里也是画龙点睛的一道小菜 分好之余 大家吃一吃臭豆腐 感觉很美妙 跟您说了这么多了 接下来 不关心了 我大口的吃了 麻辣指数三星半 美味指数三星 综合对比三星 第四名 黑三娘 哦 可不然你来秋水已经准备好了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 这秋水都准备好了 进去看一下 哇 整个这个感觉像是四川的以前的山寨的感觉 还有外国人在这里吃 哈喽 这个是白鲜 哦 来了 辣 一个 很辣 你会说中文 这个很辣 这个最辣的 他们是中辣的 你们平时可以吃辣吗 辣椒很厉害 你可以吃下去吗 太厉害了 爱中国 黑三娘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座四川的小山寨 孤普的木质装饰 墙壁上还挂着不辣不革命的木牌 而这里的菜式也绝对不辜负大家的幻想 红彤彤的一片 看一下 这个是毛雪旺最有特点的四川菜 这个应该是水煮鱼 然后这个就是牛蛙 好像所有在吃川菜的地方都有牛蛙 我们先从哪个开始呢 鱼吧 哎呦呦 这个辣椒也太红了 川菜里的水煮鱼可是经典 卫行商属于红牛型 看起来是红红红的一盆呢 吃下去还好 其实还好 看一下毛水旺 鱼可以 再吃一下这个牛蛙 好香 这里的干锅牛蛙也是非常入味 刚吃时并不觉得很辣 但厚劲也不小 感觉到咽下去之后你就感觉到有点辣了 川菜注重的是辣与麻定型 很多时候入口的感觉并不是特别辣哦 环道士更突出一种焦麻感 咽只高菜的辣在我嘴巴里出来 这个的辣还没有出来 它已经有点受不了了 菜市虽然辣 但店家一位顾客免费提供了非常清凉解辣的老鹰茶 这老鹰茶每天要供应上五六桶 热的时候喝也还是很解辣哦 而店家拿了店内几款基本的辣椒给我们看 据说每道菜都要放上几种辣椒来烹制哦 十足的川菜特点 麻辣指数三星半 美味指数三星半 综合对比三星半 大家都知道在川鱼地区 人们的口味都是以麻辣为主 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黑三娘 做的都是红通通的辣菜 那么说到在川鱼地区还有一道美食 那就是非常有名的麻辣火锅 那么曾经我们就看到在重庆啊 有一个万人的火锅盛宴 那里面有一个被收入吉尼斯世界记录 被称为是天下第一锅的锅子 这个锅子它的直径有十米长 那么据说呢 用这个锅子要熬一个汤体的话 光花椒要用一百公斤 辣椒要用三百公斤 光从这些数据就可以说明 这个地区的人对于吃麻辣 是不是特别的情有独钟呢 第三名莫可思 大家好 李强又来了 今天来的时候有点奇怪 会有民族风的感觉 不过这个民族风呢 不是咱们的民族 它是墨西哥民族 说到墨西哥呢 大家自然就会想到 大的帽子啊 仙人掌啊 如果你是一个老吃客的话 你还会想到什么 辣 但是呢 他们这个辣呢 跟咱们中国的辣呢 有些许的不一样 究竟哪不一样 今天我带您来到了一家 叫做莫可思的地方 咱们来尝一尝 有点沉啊 我来欢迎光临 向东北话 世界上最能吃辣的地方 当属墨西哥 而墨西哥也是辣椒的发源地 这个热情的国度 喜欢辣椒的程度 就好像巴西人民热爱足球一样 这里的食物 看不到太多的辣椒 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 喜欢将辣椒调成酱汁 果附在食物中使用 而不同辣椒调制出的辣酱 辛辣程度绝对不一样 绿色的这个 据说呢 是属于中等的辣 也还好 只不过呢 不要一下子 把它变得嗓子眼 否则的话 容易有点呛噪的感觉 但是这种辣 应该还可以接受 胡言说的李强 又尝试了一种酸泡椒 非常的酸辣 得喝点花茶 完结一下 接下来就是据说最辣的 看那个颜色呢 红彤彤的 咱们少来一点 这么 我真吃了 也还好 但是厚劲很多 你会觉得吃下去 开始有点甜甜的感觉 但是再往后的时候呢 就必须要喝水 啊不肠 我发现墨西哥辣椒 有个很大的特点 吃下去不辣 但回味很辣 最会麻的 啊 麻辣指数四星 美味指数三星半 综合对比三星半 第二名 楚向湖北菜馆 话说湖北啊 也是个能吃辣的地方 在上海吃湖北辣菜 一定要寻到这家 楚向湖北菜馆 据店家说 大部分食材 都是从湖北空印过来 像是一看就有 湖北特色的 鸭三样 而这些 都不是我们要介绍的重点 这里据说有那么一道菜 一再吸引人去挑战 那么多种辣椒 它是酿成了 这个熬成了辣椒汤 灌在里面炒的 然后这里还有证据 看他们的菜单 这个名字叫做辣的跳 上面说集合五种辣椒精粹 极辣无比 请你轻易尝试 今天我就要来尝试一下 这个厚劲很足啊 慢慢的就出感那个味道 就这么一道 用上了朝天椒 灯笼椒 小米椒 野山椒 辣椒王 熬之炒出的辣的跳 看上去的确不如穿菜 香菜外表那般红通通的 但是熬制出来的辣椒 裹附在香滑的牛蛙上 入口时 只听得见辣在脑门里跳跃 麻辣指数四星半 美味指数四星 综合对比四星 第一名 疯狂烤翅 开在北新京地铁站内的一家烤翅店 其烤翅由甜到特辣 分了十几种品种 来尝试过的食客们纷纷在墙上 留下了自己的感言 但是辣类烤翅却是食客们点击率最高的 麻辣烤翅 香辣烤翅 而来店里一定要尝试的就是 变态辣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愿意尝试呢 小姐您好 请问您听说过这边有一个BT烤翅吗 听说过我一直来吃的 你敢吃几串呢 三四串应该没有问题 那小姐您敢吃吗 不敢吃的 但是不敢吃太多 那一会我们来做一个挑战 您来试一下愿意吧 可以的 目前三位挑战者已经准备好心情 也还是比较放松 那就不敢吃咯 不敢吃咯 两个 什么感觉 感觉辣得又有点 不敢吃了 一号挑战者 吃完两个鸡翅后 终于辣到退出比赛 而二号和三号挑战者 不知道谁能下到最后呢 那你目前的战况是 一二三四五个 目前的战况是几个 六个 六个 哪怕是冠军选手 也是辣到满头大汗 不停地喝水 而我们的摄像 看后决定亲自试一试 究竟有多辣 这能辣到两位摄像大哥 都说不要轻易尝试的变态机器 到底是有什么秘诀呢 似乎烤制的方式 与其他鸡翅是一样的 普通的炉火烤制 只是店家在后面加的一种辣油 让人眼前一亮 据说这是用几百种辣椒 提炼其最辣的辣筋制成辣油 只需要一点点 就足以让你抗拒了 麻辣指数 因为实在是太辣 已经超越了五星 美味指数三星 综合对比四星半 不是吧 真的有那么辣的辣鸡翅吗 我现在看了以后我就要想一想 到底我是不是应该去试一下 这真的是一个问题 不过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那么多 关于辣的一个话题之后 还没有告诉大家究竟应该怎样解辣 那其实解辣我告诉你 喝这个牛奶比喝水会更加有效 因为辣椒素是非水溶解物质 但是呢可以和牛奶当中的脂肪相结合 那还有一个方法我相信女孩子一定会特别的喜欢 那就是吃甜品了 因为吃甜品呢可以瞬间让我们口腔当中的一个灼热感消失 那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呢 那当然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起来吃辣菜的话呢 你也可以登陆到我们的哭嘎嘎网站 以及新浪微博和我们一起嘎嘎西部 今天我们榜单上的所有信息 你也都可以在哭嘎嘎网站进行查询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陶醉上海绑定生活 我是新一 让我们在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